大家好,我是Ms.Nilly,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来到加拿大要尽快拔掉ESL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家长都会在不同的形式或者是不同的format of question都会问过类似相关的问题 也都在很多不同的group或者pages都会看到有很多人就会说 来到加拿大就要很快的meet这个ESL究竟是怎样的呢 也都讲一下这个中小学生是应该是怎样去学英文 以及在ESL的学生是应该怎样去学英文的 希望这个video可以给大家多些不同的资讯 在未开始之前都是希望大家帮忙CLS 帮忙订阅、subscribe和帮忙加入这个membership 如果想follow我的话也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或者Instagram就是这个右上角 多谢大家 什么才叫做ESL呢 其实这个字已经开始越来越少人用了 其实ESL是stand for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就是说一些英文不是第一语言的人 当然因为有很多人 其实他们现在都未必只懂一个mother tongue 就是他们可能是多一个第一语言 比如好像有些人是可能广东话 跟着普通话的英文 其实可能英文就已经变成第三语言 或者有些人是本身他们在家里是说某一种方言 然后再讲比如说普通话 然后再加一个英文的话 英文仍然都是第三语言 所以变成了英文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已经不属于一个非常通用的东西 其实人们已经开始转换那个terminology 而新的terminology 就是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就是ELL 你就会开始看到越来越多人用ELL 这个字instead of ESL 其实两样东西都是说同样东西 就是说那些人 英文不是他们的第一语言 而他们要去学英文 就属于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好了 其实无论ESL也好 或者ELL也好 其实它是一个描述 它不是一个班 即不是ELL班或者ESL班 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些英文班 是专门设计给一些ELL的学生 但是ELL这个字其实是一个描述 就是说这个学生是一个在学英文的人 不代表是一个标签 或者是不代表是什么特别的地方 只不过是说一个描述 然后当然这个描述 只是说一些英文不是最主要的语言的学生 而他们是在学习英文的一些学生 好了 有很多人就会说 我来到加拿大 我就不想要这个ELL或者ESL的标签 所以我要尽快学英文去摆脱这个标签 也有些人就会问 我小朋友本来就是读这个 international school 所以我就不用读ESL了 也有些人就会说 我小朋友英文沟通没有问题 为什么要读ESL 也有人说 要学好英文的话 就不可以去一些多华人的学校 就令到他们可以真真正正的学英文 其实我真的有时听到 或者看到这些问题 或者一些statement的时候 其实我都是在叫救命的 因为为什么叫救命 就是我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会这样想 其实我有时都会觉得 对ESL和ELL 不需要说标签 这个描述 其实是有些很不公平的地方 首先ELL 好像我这样说 它不是一个标签 它也不是一个班之类 它只不过是描述一个学着英文的人 但是一个非英文为主要语言 但是在学着英文的人 其实这些人大有人在 你就算怎么学英文 就算学到你怎么流利都好 其实你本身都是一个非英文为主要语言 然后在学着英文的人 就算我现在 我英文流利的程度都好 我仍然都觉得自己都是一个ELL 那你就会说 那些first language 那些人都可能是ELL 那又有点点不同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再有其他的主要语言 例如有些可能他们天生出来 不是天生出来 就是他们在家里 就已经在讲英文的时候 那他们的英文就变成他们的主要语言 就算他们英文是好还是差都好 英文都是他们的主要语言 所以就算你说 我是读international school都好 那他仍然读international school 不代表英文是他的主要语言 可能他们在家里的时候和父母 或者是和grandparents 都是讲中文的 或者是他们的生活的模式 比如说就算去餐厅 叫菜吃饭 那些都是中文的 或者是其他语言都好 那其实这些都是说 这个学生的英文的 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 都不是英文为主要的语言 那其实这些学生 都可以归类为ELL 那然后一样 都是有些人就会觉得 他们的小朋友 英文和别人沟通没问题 那为什么还要读一些ELL 或者ESL的班呢 那这个我会迟些说 这条片里面我会再迟些说 那然后要学好英文 是不是一定要去一些 不多华人的学校呢 那这个我也会在这条片里再讲 那好了 那首先 在未讲之前 就讲一下 其实英文有分两种不同的英文 即英文的acquisition 就是学英文呢 其实有两种不同的英文 是可以去细分的 那一种呢 就是everyday english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academic english 那其实两个呢 那个细分呢 就好像iOS 有general 就是iOS general 和iOS academic的分别一样 那其实everyday english 和academic english 他们学习的时候呢 他们的pathway 是有少少不一样的 就是你可以就这样学academic english 或者就这样学everyday english 其实都有这种acquisition的 那譬如说 everyday english 就是我们生活上用的英文 那就是变了 其实你可能会见到 有些学生 他们平时说 沟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一见到 他们开始写 essay 或者是 就是读书的时候 你就会见到 他们会有很多的difficulties 然后他们不明白 这些字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可能看完一篇 history的文章 然后完全不知道 究竟那个history的文章 去到说什么 但是他们平时 生活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和朋友玩 或者是打球 就是如此类的 都是英文是辣辣辣声的 因为他们的everyday english 已经很好 但是不代表他们的academic english 是好的 因为academic english 就是他们学习上会用到的英文 而academic english 是需要一些比较普遍 就是比较一些专门的skills 才会达到一个academic english的level 当然 everyday english 和academic english 不是说只是深浅那么简单 其实是你用是什么方面 不是说academic english 就一定是深一点的 比如好像我现在这样 对比一下everyday english 和academic english的分别 比如好像同一样东西 everyday english 可能这些字 就会用得比较浅白一些 比如final 但是academic english 可能用这些字 就会比较concise一些 就是一只字可以说到很多样东西 比如investigate examine 这些字 可能一只字已经包含了很深层次的意义 有everyday english 都可以比如说我只能说hello 我可以说what's up 但是academic english 你就不会写what's up 然后在一个书信里面 你可能会说how are you doing 就算你是email也好 你都不会说what's up 通常是一些沟通上面conversation的英文 才会用到what's up 这个字 比如说你就算everyday english 我们经常都会用到一个but 但是academic english 我们都可能会用到but 但是你就会开始用一些 其他不同的transitional words 比如说despite nevertheless however 这些字 就会再给一些but 可能用得比较concise 然后一样 你everyday english 可能都会用书信的 但是academic english的书信 和everyday english的书信 他们用的用途方面 一个就会比较general一些 会比较普通一些 而另一个就可能会是 比较是specific purpose的 好了你可以看到 就是好像我所说的 就算everyday english都好 不一定是一些很正式 就是非正式的 你可以很正式的时候用都可以 比如书信都是一些正式的文本 但是就要看他们平时用的时间在哪里 而academic english就是真的 是很学术性的 或者是很正式的时候才会用的 通常这个就是我在一些research 拿出来 通常如果你说everyday english的话 通常就会比较在一些informal的 的情况会出现 而且通常都是一些 讲和听的时候会出现 比如说一些conversation 或者是一些email 一些很普通的friendly email 那你就可能会用到 informal一些的英文 就是我们所谓的everyday english 但是当你去到academic的level的时候 你就可能会说 写一下演讲稿 或者讲一下演讲 或者做一些job interview 或者一些很多jargon 就是很多尊有名词的一些 英文的情况之下 你就会用这个academic english 那为什么我会说 为什么要这样细分呢 因为其实我们所谓的ell学生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ell学生 是完全英文是啦啦声 但是你会发现 为什么他们还会是ell呢 其实是因为他们的英文 虽然他们是啦啦声 但是他们可能仍然都是停留 停留在一个everyday english的level 但是一个学校里面的话 我们是看 不是看他讲得流不流畅 或者流不流理 我们是看他一些academic english的程度 是去到哪里的 而我们通常都会把它去对比 或者同龄的学生 是应该academic english 是去到一个什么程度 但是如果说 同龄的学生的academic english 是未够的话 可能这个学生 就会建议 拿一些academic的support 就可以support他们 是所谓的ell的support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的everyday english 都是好过academic english的 有些情况之下 有些人其实他们可能的academic english 是好过everyday english的 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有一些很特定的eol学生 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eol学生 会更加容易出现的 我给个例子大家 比如好像我这样 其实我everyday english 和academic english都ok的 但是好像我这样 这个是全世界最长的英文字 就是neumonal ultramicroscopic silicovulcanoconiosis 但是这个字是全世界最长的英文字 但是在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字的时候 我是完全猜得到它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很scientific的字 它是和一些病症有关 而且它是和一些science很有关系的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字的时候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是一个学生告诉我 你知不知道这个字是最长的 我看到的时候 是完全知道这个字是为什么 因为它是在我的academic english的范畴 但是反而我试过 有一次和一个学生聊天的时候 我们说take out这个字 我们两个是咬了很久 说take out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完全是非常confused 究竟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而take out这两个字是很简单 是everyday english的字眼 所以变了其实不是说academic english 是长一点难一点 就代表有些人是不懂的 也不是说有些人一定是everyday english 是比academic english好 所以两个其实是很分开的pathway 但是在学校来说 我们通常都会看一个学生 是academic english的程度在哪里 不是看他们的everyday english的程度在哪里 所以变了有很多时候 家长就会说 为什么我的子女可以说得这么流利 然后为什么他们仍然都要读EOL 或者仍然都要读ESL 就是因为他们的academic english 是未去到同龄学生的程度 所以就变了有一些建议的support 一般来说要多久才叫做fluent 即如果你说fluent in english 如果你说要答到一个academic english的fluency 大约平均是七年的时间 即是说一个学生 我不是说他天生是父母是讲英文的 我说的是一个学生 他们本身的生活环境是非英文 然后要他们去学 然后跟他们的同龄的学生 是可以match到academic english的程度 同龄的英文为主要语言的学生 match到academic english的程度 是大约一个七年的时间 这个是平均数 当然有些人是快点 有些人是慢点 而快慢其实很多时候 都会跟他们的L1 即他们的第一语言是有关系的 他们有很多research都做过 就是说究竟哪些L1 那些学生会学他们的academic english 会学得快些 但是其实那些research 做完又做 其实大概都是不差得很远 譬如说四五六七八年 一路大家都围绕着这个数字 所以你不会说 因为有些人是讲韩文的 或者有些人是讲法文的 然后他们的academic english 是快些或者慢些 其实都是差不多事数 然后academic english 都不代表ESL的人是不行的 有些人 他们是 好像我之前那样说 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 他们会容易些 学academic english 多过是everyday的english 尤其是一些 是出来做事的人 然后他们可能 本身是用开某个语言 比如说韩文那样 或者西班牙文那样 因为他们本身 在他们的语言来说 他们的词汇量都很足 变成了当他们学一个 academic english的时候 他们都会 pick up一些 academic english 快过他们的 everyday english 所以不代表 ESL的学生 就是academic english 就不行了 其实他们有些 是可能academic english 是好过 everyday 也有些是好过academic的 当然 first language的人 如果他们是第一语言 是英文的人 他们学东西 如果是要用英文来学东西 他们始终都会 比一些ELL的学生 会学得快一点 所以变成 如果我们希望 那个学生 是可以和一些 first language的人 是可以 学习的程度 是一样那么快速的话 那你就要真的 将一个 学生 就是一个ESL 或者ELL的学生 就要令到他的academic english 是可以差不多 和他同龄的学生 是first language的人 是要差不多 可以看齐的时候 那他们两个的 学习的快速的程度 就会 开始有些相符的程度 那好了 那当然 每一个人的academic english 都可以很不同 就是好像我这样 因为我从小到大 都是 不是说从小到大的 譬如我读中学 大学 甚至是我现在做事都好 都是一些理科类型的英文 那变了 其实我的academic english 的词汇 都是围绕着理科 比较多 而我对文科类的词汇 都是不足够的 那变了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 很文科类型的academic english 其实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很辛苦 的一个程度 那当然 你就会说 不是啊 就是你英文 你在香港过来 那当然是这样的 那但是其实我在香港 都是读英中 就是我有下IELTS 我高校就过来 那其实每一个人 学习的英文 那个Pathway 都不一样 而我学英文的Pathway 比较理科 所以我的academic english 的development 都是起理科 一些类型的字眼 那好啦 EEL的学生 他们通常学英文 都会有三个阶段 那你可以看回你自己 是一个什么阶段 如果你是一个EEL的学生 那就是beginning 跟着intermediate 和advance 那beginning 其实就是一些 普通的对答 就是说如果有个学生 就是一个小朋友 当作一个小一的小朋友 他可以和一个 本身是流利讲英文的 小一的小朋友 他们可以做了一个对答 由一起玩 然后一起上滑梯 一起玩千秋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beginning的程度 不代表它是 intermediate 或者advance 的程度 所以你就会说 我的小朋友 他可能从小到大 都是在香港 跟他讲英文 他可能平时有姐姐 有姐姐又是跟他讲英文 其实都不代表 他是去到一个 intermediate 或者advance的程度 因为他只可以做到一个 conversational的英文 然后变成他 都是在一个 beginning的程度 但是去到 intermediate 就是一些中阶的程度 就是说 学生可以在说话的时候 就可以有一些 expanded的段落 比如说 他可以整个故事 这样告诉你 他今天做了些什么 然后可能 A小朋友 和B小朋友 打架 打完架之后 如何解决他们的convers 或者这只艺 然后就爬过去 另外一只艺 然后就有一棵草 又不知道跌下来 就是不同的故事 他们是可以很流利地用英文去说的话 其实这个就是一些中阶的程度 但是 当我们说流利的时候 其实他们可能 都仍然都会有 grammar的问题 所以变成了 他们可能 一些重组句子方面 有少少不一样 或者是他们可能 past tense, present tense 或者是future tense 这些不同的tense 会有少少搞错 都不是说少少搞错 可能会搞错 这些都是属于 intermediate的程度 在intermediate的程度 那些 他们都会开始去明白 少少学术性的英文 变成了他们可能学其他的科目 比如说 history geography 或者是sciences 他们都开始明白一些深一点的字眼 或者深一点的句子的话 其实这些都是intermediate的程度 当你去到advanced的程度的话 那基本上 你就完全不会察觉到 它在conversation的英文来说 或者是在上读 或者是写文章 或者email 这一类型的情况之下 你不会觉得它的生活上 是有什么差异的 但是在一些很深的学术性英文来说 他们仍然都是需要support 但是他们已经开始 在developed 他们的academic english 通常去到这个阶段 起码都要三四年的时间 才会真的去到一种 完全去到流利的程度 当然这些是因人意义 我全部讲的都是一些 research做出来的平均数 每一个人都不同 跟据你的L1 和小朋友的年纪 或者学生的年纪 都可能会不一样的 如果你在学校方面 我们针对ELL 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教学方法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教学方法 但是我归类为三类 第一类就是 pool out tutoring pool out tutoring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学生 他就会和他们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融合教育 他就是和他同龄的学生 所有课都是一起上的 譬如说无论是数学也好 就是geography也好 music也好 什么都好 他都是会一起上课的 但是在某一些适当的时间 他们会被人拔了出来 譬如说上英文课的时候 或者是他们做功课不懂的时候 他们就会被人pool out出来 他们就会做一些一对一 或者一些小组的tutoring 就是那些老师可能会特意 会特别照顾他们 或者是特别去找一个ELL的老师 去跟他们解释一下 这个project其实是在做什么 之如此类的那些 就是pool out tutoring 这个pool out tutoring 也是在加拿大来说 是最常见的一种教学的方法 就是说那些学生 仍然都是数学 或者science gym music 所有其他不同的科目 都是和他们一些同龄的学生一起上课 只是在英文课的时候 他们会上ESL的班 由其他的方面 都是和他们的同龄的学生一起上课 这个是最常见的教学方式 在加拿大来说 另外一个就叫shelter english instruction 这个比较是在加拿大来说 就会成年人比较多些 就是说他们上课 就不会再上数学 或者science 之类之类的 然后他们每一天上学 就只是上英文课 就是只是教他们英文 由可能八点到到 不知几点放学的时候 都仍然都是上英文的 这个在k to 12 就真的很少用 我真的完全是没有见过 在k to 12来说 当然我没有见过 不代表不存在不出现 但是在公立学校来说 我就真的没有见过 但是都是一种教学方法 另外一个就叫bilingual instruction bilingual instruction 意思就是说 就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一起教 比如说 有些华人开的幼稚园 或者是一些小学的话 他可能一起中文又教 英文又教 就是两个商语一起教 当然如果你在公立学校 就会难做少少的 但是在公立学校 他们会找一些 学生都是讲同一个语言 比如说说一些 讲广东话的学生 他们会找另外一些 可能已经是在学校 讲广东话的学生 然后他们就会 配合了 他们变成buddies 或者是friends 然后大家会想照顾大家 从而去达到一个 bilingual instruction 当然这三个不同的教学方法 就没有说哪个是特别好的 但是三个我都有见过的 periporal tutoring 就是最多见过的情况 bilingual instruction 都多 只不过是在公立学校 来说很难做到 又有中文又有英文 或者又有某一个语言加英文 通常都是找buddies 或者是给他们用一些商语字典 之类之类的instruction 然后shout of english 我就真的很少见到 就是只想英文 通常都是成年人比较多些 但是在2015年 我们在Stanford 即是士丹佛大学 他就做了一个研究 他就是找一些学生 就是一些小学生 要我记得的话 他就找一些小学生 然后有一堆小学生 他们就会上一个bilingual instruction 有英文和他们的first language 是同时一起上课 两样都用 就是双语教学 然后有另外一个 只是英文 但是全部 例如英文 数学 他们都照上的 一边就是有英文 和加他们的语言 就是他们的L1 然后另一边就是 只是英文 他们发现 如果一个学生是ELL 即本身是ELL 不是说本身是英文 是他第一个语言的人 如果他们本身是ELL 他们上Bilingual的instruction 在数学和阅读能力 都会比一些 只是用英文来上课的学生 都会高的 但是在开始的时候 Bilingual 即是用双语教学 即是由他们的L1 加英文一起来教学的学生 他们的阅读能力 开始的时候 是会比一些 只是英文来上课的学生 是会慢的 但是到了年底的时候 即是一年的时间的话 Bilingual上课的学生 他们是会比一些 只是用英文来上课的学生 是他们的阅读能力 是会看齐的 但是数学方面 他们是比一些 只是用英文来上课的学生 他们的数学方面 是更加高的 意思是什么呢 根据这个研究 当然他的研究 只是一个这样的gata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 看到什么呢 就是说其实有很多时候 有很多家长 他们会特地会说 我想找一个少些华人的学校 然后让我们的小朋友 就可以只是专注在英文上面 但是其实我们都有研究可以指出 当然这个是小学生的研究 但是我们研究都可以指出 其实你截断了他的L1 不代表是会令到他的英文会学得特别快 或者是学得特别好的 所以其实L1是真的很重要 L1就是他们的第一语言 我没有说是中文或者什么 可能有些人是西班牙话 之类之类 但是他们的L1 在他们的学习上面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本身那个人 已经是有他们的L1的时候 变成他们的学习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们都可能想东西 都会想L1 但是如果他们只是用英文来上课的话 变成他们的脑里面 他们的process 是会将他们学到的东西 就是由英文 跟着转了做L1 跟着再由L1去process 跟着又再转回英文 跟着再出回来 变成其实这个process time 是很长的 但是如果你是有bilingual的话 那他们就会缩短了这个process time 就变成他们在学习其他方面的情况之下 就会学得很快 但是不代表他们没有学英文 他们仍然都在学英文 那么变成他们的阅读能力方面 是同一些用英文上课的人 就差不多一年看齐 那当然这个是2015年的研究 你可以说任何argument下去都可以 就是说真的 我都是照书说的 对不对 那你可以说我不同意 那你不同意 那你不同意 那别人做了一个研究出来 那好了 那变成我刚才说 就是说要学好英文 是不是就是不可以去一间多华人的学校 或者是很多家长都会问 哪些学校没有那么多华人 所以他们会学到英文 其实我每一次听到这两句的时候 我都很想拍这条片 就是想告诉你 告诉很多家长 就说其实L1是真的很重要的 是的 就算英文 基本上我生活上大部分都会用英文的 但是我仍然 我家人都是很坚持 就是希望我在家里可以说中文 或者是就算我和Lily包或者Lily妈 吵架的时候 我都会用中文来吵 或者是和家里大小年亲人 他们讲话的时候 我都会尽量用中文 因为L1对他们来说 是仍然很重要的 虽然说英文是可以train出来 但是到了七年 你就会说我计算了一条数七年 那是否代表我是很fluent in academic English 其实你可以说是 也可以说不是 我之前也有说过 在我的Facebook page 也有说过我的经历 也有说过我的ELL的经历 其实说真的 我在香港是读英文中学的 然后我的生活的环境 有很多都是英文 我喜欢看的电视也是英文 我喜欢看的书都是英文 然后我小时候是遮掩臭 又和遮掩都是讲英文 但是我IELTS都很高分 但是我都会有我自己的struggle 就是好像我之前在Facebook page 的时候都说过 我之前去报一个面试 是我来考一些department head 的position的时候 我都struggle了很久 就是英文 然后我在interview之后 直接在这里哭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那方面的academic english 和我理科方面的academic english 是不一样的 变成了当我要去 再去interview的时候 要去用那方面的academic english 的时候 对我来说就会很辛苦 而我没有了一些support的时候 就是没有了一些ELL的support的时候 就会令到我更加辛苦 但是其实跟我可以做到一个好的department head 或者是跟我可以做到一个好的老师 其实这个关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我的interview的skills 我看不看得明白那条interview的题目 和我答不答到那个interview 和我的做不做到这个position的能力 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所以变成了如果我是可以能够得到一些英文的support 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是可以做得更加好 变成了当我们说英文的support 其实有什么是英文的support 那这些就叫做ESL或者ELL accommodation 那由ESL或者ELL accommodation 其实可以说带下一些字卡 就是一些可能Q cards 然后上面可能只有几个字 可以去remind你一些深一点的字 那或者是一些extra的process time 或者是一些多媒体 就是比如说一个powerpoint里面 不只是看得到字的可能有图 之类之类 当然我现在拍片竟然都是有guilty 我不够多媒体的 然后比如说看电影的时候 可以看到字幕 字幕不一定是要中文的字幕 也可以是英文的字幕 然后一些句子的structure 可以更加简单 然后一些vocabulary 可以分开教 然后还有比如说 可以给一些学生用字典 那这些都是一些ESL的accommodation 你会发现这些ESLaccommodation 其实跟他们的学习 那个科目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就算我去interview也好 如果我是可以得到这些accommodation 其实跟我答不回答 那个interview那条问题的内容 其实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但是这些accommodation 会令到那个学生可以做得更加好 如果在我的interview方面 就会令到我可以在那个interview 也做得更加好 而我去第二次的interview的时候 我是拿到几个accommodation 我可以有extra process time 我可以有多媒体 我又没有字典那么夸张 但我可以自己再做一张note card 之如此之类 然后我得到那个ESL的accommodation 之后我就真的耗了很多 我真的可以perform到我应该要perform的东西 那好吧 如果英文 就是说完这么久 如果我真的ELL或者ESL 然后我真的被人说 放在ELL班ESL班 那是否需要特意去提升这个英文的水平呢 那其实呢 你可能说 Mr.Lily你这样说 会不会有些不负责任呢 其实呢 是不需要真的特意去提升这个英文的水平的 你要记住这个字就是特意这个字 因为呢 特意的意思就是说 你需要不需要特意去上一些英文班 或者需要不需要特意去 就是说去补习 而去提升这个英文的水平呢 我现在是说K-12 我不是说成年人 因为成年人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但是如果说K-12的话 因为其实他们仍然都是在学校的学习当中 他们其实是可以慢慢来的 因为当你不断在那里抢那个英文的时候 你选择的东西是在选择他们的时间 而他们的时间是可以拿来去和朋友玩 而他们去和朋友玩学到的英文 可能会比他们去补习学到的英文 是多很多的 我有时候很多时候 其实我有些好心的字 都是因为我和那些学生聊天的时候 然后他们会用一些好心的字 而那些字是令到我会学会了 那你就会说有没有搞错 Mr.Lily你的英文都比那些学生还差 那说真的 我有些学生他们可能本身是文科生 而我本身是一个理科生 那我和他们讲话的时候 他们懂一些文科的字 然后我不懂是很应该的 同样地相反地 我懂一些理科的东西 他们不懂都是很应该的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了 当你是一些多社交联系的时候 或者是当你去用一些时间去做其他不同的东西 去慢慢去浸个英文 其实那个计算是会给補习 或者是给一些特意去上一些英文提升班 其实是好很多的 当然在每天英文来说 我仍然是鼓励一些学生 就是用多一些英文 用多一些是 比如说去参加多些课学活动 然后或者是去多些同学聊聊天 就算你说我约了朋友出去打球 其实打球都有很多英文 我刚刚开始接手飞碟队的时候 我有很多字 我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就是一些我们所谓的tactics的字眼 我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我都是慢慢去pick up 但是这些都是一些 everyday English 如果我不打飞碟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字 然后第二样东西就是 Academic English的话 其实就可以多看一些书 或者是多看一些 譬如Documentary 或者一些学术性的影片 其实Netflix 都有很多一些学术性的影片 或者YouTube 然后变成了 培养一个好的读书的习惯 以及培养一些 就是看多一些不同的 学术性的东西的习惯 其实在那里 就可以build up到很多academic English 因为你就算特意去上课 也好或者是特意去补习 也好 其实是好像一个填鸟 是一直折下去 折下去 折下去到底代表它消化了 然后明白了 那是不代表的 如果是真的可以的话 Congratulations 我为你感到很高兴 但是基本上 我教了书这么多年 当然是理科老师 我不觉得得一些学生 是代表是一定会学得懂的 但是如果你令到他们是有兴趣 以及令到他们会运用的话 其实他们学是会学得快很多 而这件事是英文也好 或者生人士也好 或者是其他科目也好 他们要运用才是可以 真的可以学得到一些 学术性的东西 如果你想看一些不同的items 如何去学英文的话 我之前也有拍过一条片 就是说六样是must have items for english learning 然后我很建议大家去看这个 因为我说的六样东西 可能是你未听过的六样东西 然后我试过有些网友看完之后 就会觉得我很喜欢你某些 suggestions 所以我都很鼓励大家去看 今天就多谢大家收看 然后我都知道有些长 但是希望可以帮大家去解答到这个迷思 然后是不是需要撕掉这个ESL 我想大家都应该都有个答案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CLS subscribe和加入这个membership 多谢大家